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包含了欧洲艺术史上介于中世纪和巴洛克艺术之间的时期 这一时期的绘画的特点是回归古典古代的思想 这种古代被理想化为最纯粹的价值所在的舞台 被投射为黑暗的中世纪的相反形象 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新的价值观中 以下内容非常突出 人类中心主义 承认人是命运、生活和历史的唯一负责任的作者和绝对主角 将中世纪的神学中心主义思想归入背景 人文主义被理解为一种信仰体系 其核心原则是人类感性和智慧的需求可以得到满足 而不必接受上帝的存在 在这一点上应该强调的是 人文主义并不代表否认上帝的存在 而是削弱了它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 世俗主义的出现 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和经济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 宗教不再发挥核心和主导作用 教会逐渐失去了在公共生活、文化、商品管理 甚至个人意识形态和亲密生活中施加条件的权力 这意味着在神圣权力和世俗权力的界限之间的争论中 打开了新的局面 个人主义 把人理解为以新的自我意识为特征的精神个体 作为一个自主和有能力的存在 被赋予独立的人格 如果我们把人放在新的 更有活力的社会关系中 在社会领域和环境中 主要是由于封建关系的统治地位逐渐瓦解 那么这种个人意识 即人把自己看作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就更容易理解了 从上述几点结合起来看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开始意识到 他可以通过知识来质疑绝对真理 从而产生了怀疑主义 怀疑论的基础是古希腊人的假设 和著名的苏格拉底哲学 Socratic Mayutics 他拒绝普遍真理 质疑诡辩 作为产生新知识的一种手段 这个学派怀疑一切无法测量或量化的东西 是科学的基石 也是后来理性主义和科学方法的发展 这方面的一个明显例子是 乐内·迪卡尔的经典名言 我怀疑 所以我想 所以我是 让我们澄清一下 美学是苏格拉底方法的第二个阶段 第一种是所谓的苏格拉底式讽刺 即教师假装对要讨论的主题一无所知 然后让学生明白 他以为自己知道的东西其实并不了解 他的知识是基于偏见或习惯的 接下来是Mayutics 也就是方法的教学行动 这一技巧包括向对话者提问 直到他接受他只知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事实 另一方面 诡辩术被称为具有真理外观的理性或虚假论证 其制定的目的是欺骗对话者 会顾赞助应被理解为对文化 艺术或科学活动的保护或财政支持 在一个新的更有活力的基于贸易的经济和金融模式下 并与基于土地占有和剥削的封建主义相去甚远的情况下 赞助是输出当时精英们的意识形态模式的一个关键因素 意大利被认为是文艺复兴绘画的摇篮 必须指出的是 在意大利 古代的遗迹被保留下来 目的是为了恢复它们 寻求和谐和美丽的模式 意大利还拥有许多经济实力雄厚的城邦 如弗洛伦萨 纳布勒斯 威尼斯 热纳亚 米兰和罗马本身 那里居住着真正有权势的家族 它们也是艺术的赞助者 文艺复兴从意大利兴起 逐步蔓延到整个欧洲 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与中世纪的绘画有很多不同的特点 以理想化的美感唤起古人 自然的突出地位 画作被设置在忠实在线的自然景观中 或设置在建筑框架中 其中柱子和护壁板起到了夸大视角的作用 人的形象成为所有事物的中心和尺度 掌握透视和构图技巧 光线 剑和阴影的效果 如明暗效果 被使用 这导致了新技术的出现 如Sformato 缥缈效果 达芬奇擅长的技术 油画几乎被全部采用 在中世纪 绘画几乎完全是宗教性的 而在文艺复兴时期 新的主题被引入 如神话 预言和历史主题 裸体的出现 不是单独的 而是在自然化的框架内 由于天主教会是当时的主要赞助者之一 所以宗教绘画继续被绘制 更多历史视频 请访问视频描述中我的频道 下一个视频 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特点